如果你有那個手腳麻 或者是常常會抽筋痠痛 還有那個棒曬斷不出來的人 你就拿7顆葡萄乾泡在水果醋 你水果醋要醃過葡萄乾 晚上你要睡覺的時候泡 早上起床加溫水稀釋 吃半個月之後就會有改善 我頭目有講 如果你很嚴重的人 要去看醫生 吃這個沒有效 還有這個 海苔小米燒 這個海苔小米燒裡面包的是小米 每一包裡面都有16片 而且每一片的大小 都比你們剛才試吃的還要大 還有這個山豬肉 這個山豬肉是觀光客來到花蓮必買的飯所裡 可是大家在吃的時候心裡一定會想說 哪有那麼多山豬可以做這個一包一包的 我們的山豬是我們也放在山上的純種山豬 我們的豬沒有吃廚餘也沒有吃飼料 它只有吃地瓜葉 所以算起來我們的山豬還是吃素的 我問大家喔 吃素食的人可不可以吃山豬肉 不行 不行喔 你們吃台車的人比較正常啊 吃素的人不可以吃山豬喔 我頭目有講喔 如果你是吃早栽的啊 早上吃素的人喔 你就心靜在你的家裡 心靜的 感覺十點你這麼吞喔 如果你吃一整天的人喔 用看的就好喔 不可以吃喔 好 現在要開始台了 你們大家的手趕快拿出來幫忙算喔 現在一包一百 五包五百 十包一千 買一千再送兩包 十二包 十二包有幾 再送兩包 十四 頭目說 出來玩十四不好聽 所以就送兩包 也謝謝大家 剛剛跟我捧場買菇買這麼多 所以再送兩包 這樣就是 二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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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人說二十包一千 那就二十包一千 啊說二十包一千塊的人 等一下就要買喔 三種一樣價錢喔 十八五百 二十包一千 這個賣完了 後面沒有東西可以賣了齁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買啊 謝謝